大家好,我是木兰 今天我想带大家了解一下别样的民族风情 现在我眼前的是西安市大学习巷清真寺 简单的介绍一下 大学习巷清真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教寺院 它位于西安市西大街大学习巷内北侧 始建于唐元年 距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了 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的占地面积9.1亩 总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 是西安市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 好,咱们现在进去了解一下 进入室内映入我眼帘的 这个不是我们常看到的 具有伊斯兰风格大圆顶的礼拜店 而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古建筑群 电影式布局 建筑材料以砖石墓为主 楼台停格 以中轴线对称 石房 斗谷 琉璃瓦 西山顶飞檐翘角等 剪刀 你们多长时间做一次礼拜 一天五次 哦,一天五次的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里是大学习巷清真寺 做礼拜的地方 这个是具体做礼拜的时间 大学习巷的清真大寺已经游览完了 接着去看一下化觉巷的清真大寺 我现在已经来到化觉巷清真大寺 化觉巷清真大寺始建于唐天宝元年 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修缮和扩建 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是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场所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木制的大牌坊 它可不是复制的 是真正的古迹 它建于17世纪 有400年历史了 木制斗谷层底 一角飞檐 琉璃瓦覆顶 壮观古朴 化觉巷清真大寺也叫西安清真大寺 是中国四大清真寺之一 迄今已经有1300年历史了 它坐落于西大街的化觉巷围 现在我已来到五间楼 五间楼是清真寺正文 始建于明朝初期 穿过五间楼就是第二进院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牌坊 为三间寺住室 建于明代 眼前的两通古碑 分别为明万历34年和乾隆33年所修 二进院落与三进院落是世修店 是清真寺最古老的店鱼 店内有曾经的教长撰写的阿拉伯文 乐碑 内容是伊斯兰教的发展史 三进院落中有一座八角古楼阁 两层三岩斩顶 名为沈金阁 是宣礼者呼叫教徒做礼拜的制高点 沈金阁楼后是三道精美的专雕门 雕刻着伊斯兰风格的花纹和阿拉伯文 绿色的琉璃瓦盖顶显得格外的美丽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清真寺礼拜大殿 大家看一下这里边很大 它的面宽有七间 近身九间 可同时容纳一千多人 非常壮观 大殿内屋顶覆盖蓝色琉璃瓦彩绘 曼草花纹 套刻金纹六百余幅 早景四周镶嵌大型木板雕刻 为中文和阿拉伯文 古兰金各三十佛 威威壮观 金美绝论 实属中华金诀